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怎么说呢 这个发生 在这个原音法师 原音法师 在讲这个 弥陀经要解 他已经 用了两个 公案 念佛往生 而念佛往生之后 又回来来告诉我们 这两个人是谁呢 一个在宋朝 宋朝 很出名 是谁呢 就是咳酒法师 大师 很久的咳 咳酒大师 咳酒大师 他已经 欲至死至往生西方 尽头 又回来 三天 来告诉我们 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的 所有的环境 都是 都是跟我们 经上 里面所讲的 全部 都是复合的 酒可大师的 修学一生 是以什么样 法门为主呢 法华经 但是一生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告诉我们 一件事 他活起来的时候 三天 他说 很多人这些 在这个世上的人 念佛 当他动这个念佛的时候 西方极乐世界的 奇宝 莲花池 就有你的念 你的名字 他看得很清楚 这个人 越念 越精进 这一朵莲花呢 越长得很漂亮 而且是金的 所以啊 这个 可九大师啊 刚好啊 到这个莲花池啊 看到了一位老和尚 叫做成都 这个成都 有一个很明的 叫做广教院的 薰公老和尚 薰公老和尚 还在人世哦 但是他念佛 一生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在莲花池里面 有他的名字 而且这个莲花 是金的 人还在人生 还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他的莲花 在西方极乐世界 已经长出 是金台的 不仅仅哦 薰公老和尚 孙十二郎 还有 我们讲的 叫做 宜固大师 就是宜道姑 也是一样 所以 你们今天发一个愿 动一个念头 西方金的世界 有你的名字 林花有一朵 所以拼命要念 比如将来以后 找不到林花 林花在哪里 又孤了 所以啊 这个道理 我们要相信 只要你动这个念头 在西方极乐世界 林花池 就长出了 你的名字 所以 要争取哦 世界上什么都假的 林花针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越国夫人 越国夫人 他这个人 领导他的 丫鬟 每一天 叫他念佛 劝导他念佛 而且自己 亲自 带着 临重他们念佛 那有一天 他的丫鬟 一个 来托梦 给他说 我今天 已经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了 所以 感谢 叶国 这个 叶夫 这个夫人 我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这个叶国 夫人呢 就问他 是真的吗 真的 你能不能带我去 我能带你去 当他带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看到什么呢 时间到了 明天呢 我们再跟大家继续讲 超过了 等一下大回向 所以啊 这个越国夫人呢 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看到什么 而且很精彩 这个故事的下面呢 我明天呢 在讲经当中 会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 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 这个姻缘 将来我们啊 这个领花 不仅仅 经也好 领得罢 反正啊 有一多年的话就好了 不要等一下 以后啊 阿弥陀佛哪 领得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我不要 你不要这样讲 赶快走 你会等到经了 这个世界上 诱惑太多了 容易堕落 有时候被迷了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啊 不管领也好 经也罢 领也好 都是一样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大家